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跟大家来聊一聊 Angus Glen高尔夫球场附近的最新的楼盘 South Village 那么这个楼盘上周一出来呢 众人哗然 果然是有钱人的世界 镇屋140万旗 独立屋180万旗 那对比旁边的Univillage 它的价格不算有优势 那么它哪里来的自信 敢叫这么高的价格呢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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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位置确实比旁边的Univillage 更有优势 它就建在高尔夫球场的用地上 更靠近旁边的球场绿地 占地面积大 也不会与隔壁的墓地摇摇相对 基本没有槽点 而且呢 它项目大 数量多 资金雄厚 财大气粗 就是这个意思了 据说呢 在这个项目 还在宣传期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递交了申请 申购意向 使得开发商将最初宣传的120万旗 硬生生提到了140万 那不知道这个价格溢出来 有没有吓跑一部分人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价格有多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 首先我们来对比一下附近的新楼盘 OK 旁边的Univillage是90万起 Village Home是93万起 价格高了将近一倍 那再对比一下二手房的价格 附近的0到5年新的尺寸类似的镇屋 价位呢 在110到120万 那比较了一下 那么它的价位比South Village 低了将近20万 那再对比一下附近30到50尺地宽的独立屋 那么它的价位区间呢 在150万到300万之间 那么比较South Village呢 它的价格也低了将近30万 那对于60尺 60到70尺 占地的豪宅来说呢 它的价位与South Village基本一致 这个项目呢 是三年后就要房 那么问题来了 那么它三年的涨幅 能否持平这个差价呢 综合来讲 如果您是自住的话 不是非这个位置不可 预算有限的话 可以优先考虑附近其他的新楼盘 或者是现房 那么如果您是投资的话呢 这个项目投入高 风险大 回报占现场 那么入手 需要谨慎 对于不差钱的朋友们呢 可以考虑60到70尺占地的豪宅 它的价位呢 与现房基本上是类似的 三年后交房 稳妥保值 但是也要注意一点 因为这个项目呢 它是没有冷静期的 一旦交付定金 那么合同生效 没有后悔要 那么今天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